第七回,宋宮花周瑞探英年,譚是葉秦中極寶玉。 提約,十二花蓉色最新,不知誰是色花仁。 相逢若問何姓氏,家住江南姓本秦, 話說周瑞家的宋了劉魯魯去後,便上來回王夫人說, 誰知王夫人不在上訪,問雅還門時,方知王薛兒媽那邊閒話去了。 周瑞家的聽說,便轉東角門出自東縣, 往離鄉遠來,江志遠門前,只見王夫人的丫鬟名金串矣者, 我一個才留了頭的小女孩而站在台機上玩。 見周瑞家的來了,便知有話回, 欣向內腦嘴兒,周瑞家的輕輕牽連進去, 只見王夫人和色兒媽長片大套的雪瑟家無人情等於, 周瑞家的不敢驚動,誰進女間來, 只見蝕寶釵寶釵穿著家常衣服, 頭上直身玩著轉移,坐著礦裏邊, 伏在小礦兒上同丫鬟能兒正苗花樣子呢? 見她進來,寶釵便放下筆,轉過身來, 滿面對笑容,周瑞姐姐坐, 周瑞家的也忘陪笑問, 姑娘好一面曠原上坐了, 因說,這有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邊框框去, 只怕是你寶兄弟衝撞了你不成, 寶釵笑道,那類的話, 只因我那種病又發了兩天, 所以靜樣兩日,周瑞家的道, 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麼病根兒, 也該趁早兒請了大夫來, 好生開個方子,認真是幾劑藥, 一世兒除了根才好, 小小的年紀到坐下個病根也不是玩的, 寶釵聽說,便笑道, 再不要提吃羊, 為者病請大夫,吃羊, 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錢錢呢? 憑你什麼名依先藥, 從不見一點而效, 後來還虧了一個禿頭和尚, 說尊自無名之正, 恩請他看了, 他說我這是從胎裡帶來的一故熱毒, 幸而我先天葬, 還不相干, 欲吃尋常藥, 是不重容的, 他就說了一個海上方, 又吸了一包抹藥作癮, 而香以氣的, 不知是哪裏弄了來的, 他說發了時吃一丸就好, 倒也奇怪, 這道效驗嘻, 周遂家的恩問道, 不知是個什麼海上方以, 姑娘說了, 我們也記著, 說與人之道, 躺如見這樣的病, 也四行好的事, 寶差見問, 乃笑道, 不用這方而還好, 若用喜這方而, 真真擺揚所遂死了, 中西若要一概都有, 焰而得的, 只難得可考而治, 要春天開的白博丹花蕊十二兩, 夏天開的白河花蕊十二兩, 秋天的白虎蕊花蕊十二兩, 冬天開的白梅花蕊十二兩, 將這四樣花蕊, 於遲年春婚這日曬乾, 和在抹躍一處, 一齊言好, 又要如水這夜的如水十二淺, 句號, 周遂家的望道, 愛窩, 這樣說來, 這就得一二年的功夫, 躺或這日如水竟不下如水, 又怎串呢? 寶差笑道, 所以了, 那裡有這樣可考的雨, 便沒雨也只好在等罷了, 白露這日的露水十二淺, 雙降這日的霜十二淺, 小雪這日的霜十二淺, 把這四陽水吊魂, 和了藥, 再加蜂蜜十二淺, 白糖十二淺, 軟了龍眼大的丸子, 聖在九池棺內, 埋在花筋底下, 若發了病時, 拿出來吃一丸, 用十二分黃薄煎湯送下, 周誰家的聽了笑道, 安彌陀佛, 真香死了人, 等十年未必都這樣考咧, 寶差道, 景好, 自他雪了去後, 一二年間可考都得了, 好容易配成一了, 如今從南大至北, 現在就埋在梨花樹下, 周誰家的有問道, 這若可有名字沒有呢? 寶差道, 有, 這也善那乃頭和上說下的, 叫作冷香軟, 周誰家的聽了點討兒, 應有說, 這病發了時到底覺怎樣? 寶差道, 也不覺甚甚摩, 只不過喘壽聲, 吃一丸也就罷了, 周誰家的還欲說話時, 忽聽黃夫人問, 誰在旅途, 周誰家的忙出去答應了, 親便回了留老老之時, 略待半刻, 見黃夫人無語, 方玉退出, 舌兒媽忽又笑道, 你且站住, 我有一宗東西, 你帶了去吧! 雪著便叫香鈴, 連龍響處, 方才和金串環的那個小女孩子進來了, 問, 奶奶叫我作什麽? 雪兒媽奶道, 把盒子裡的花兒拿來, 香鈴答應了, 向哪邊捧了個小錦峽來, 雪兒媽道, 這是宮女頭作的新鮮樣法, 堆沙花兒十二枝, 作兒我想起來, 百放著可識夠了的, 何不給他們姊妹們帶去? 作兒要送去, 偏有忘了, 你今兒來得考, 就帶了去吧! 你家的三位姑娘, 每人兩枝, 夏姓六枝, 宋林姑娘兩枝, 那四枝吸了鳳哥吧! 黃夫人道, 留著給寶丫頭帶罷了, 又想著她們。 雪兒媽道, 二娘不知道, 寶丫頭古怪雀呢? 她從來不愛這色花兒粉兒的, 雪兒像, 周瑞家的拿了盒子, 走出坊門, 見金串營在那裏曬日樣兒, 周瑞家的恩問她道, 那鄉苓小丫頭子, 可就是常說臨上京時買的, 為她打人命官司的那個小丫頭子, 金串道, 可不就是她, 正說像, 只見鄉苓稀稀稀的走來, 周瑞家的便拉了她的手, 細細的看了一回, 欣向金串營道, 倒好過無樣兒, 竟有些像渣門東虎女容大奶奶的品格, 金串而笑道, 我也是這魔雪咧, 周瑞家的又問鄉苓, 你幾歲頭身到這裏, 又問, 你父母今罪何處, 今年十幾歲了, 本處是那女人, 鄉苓聽聞, 都搖頭說, 不記得了, 周瑞家的和金串而聽了, 賭犯為她探飾傷感一回, 一時, 周瑞家的葵花之王夫人正訪後來, 原來更一架母雪酸女們太多了, 一處製作賭不方便, 只留保育, 代育二人在這邊解悶, 靠張營, 探飾三人移到王夫人正訪後三間小抱下內居住, 令李縣陪伴照管, 如今周瑞家的故順路先往這裏來, 只見幾個小丫頭子都在抱下內聽呼喚墨座, 迎春的丫鬟師奇與探春的丫鬟代書二人正軒簾子出來, 手裡都捧著茶中茶盤, 周瑞家的便知她姐妹在一處坐著, 誰進入內訪, 只見迎春, 探春二人正在窗下下為己, 周瑞家的張花送上, 說明完故, 二人望著了期, 都欠身道謝, 地丫鬟門收了, 周瑞家的答應了, 恩說, 四姑娘不在房裡, 只怕在老太太那邊呢, 丫鬟門道, 那屋裡不是, 周瑞家的聽了, 便往這邊屋裡來, 只見識春正同水月暗的小姑子 只能兒兩個一處換傻, 見周瑞家的進來, 識春便問她何事, 周瑞家的便將花盒打開, 說明完故, 識春笑道, 我這裏正和之能兒說, 我明兒也替了頭, 同她作孤子去呢, 可巧又送了花兒來, 若替了頭, 可把這花兒帶在哪裏呢? 說著, 大家取笑一回, 識春命丫鬟門入外來收了, 周瑞家的恩文只能兒, 你是什麽時候來的, 你師父那托歪那往那裡去了, 只能兒到, 我門一早就來了, 我師父見過太太, 就往於老野婦女去了, 叫我這裏等她的, 周瑞家的又到, 十五的月來鄉公銀子可得了沒有, 只能兒搖頭說, 不知道, 識春聽了, 便問周瑞家的, 如今覺妙月來銀子是誰管著, 周瑞家的道, 是如信管著, 識春聽了, 蕭道, 這就是了, 他師父一來, 如信家的就趕上來, 和他師父孤職了半日, 想事就為這事了, 那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兒勞偷了一回, 便往鳳姐葉處來, 村甲道, 從李源後窗下過, 月西花牆, 出西閣門進入鳳姐院中, 走至唐屋, 只見小丫頭封兒坐在鳳姐房門檻上, 見周瑞家的來了, 連忙擺手而叫他往屋裡去, 周瑞家的回憶, 方得聶手聶足的黃東邊房裡來, 只見乃子正怕著大者而睡覺呢, 周瑞家的草問乃子道, 乃乃誰中國呢, 也該清醒了, 乃子搖頭兒, 正問著, 只聽哪邊一陣笑聲, 卻有搞戀的聲音, 接著, 房門響處, 平然拿著大銅盤出來, 叫風兒搖水盡去, 平而便進這邊來, 一見了周瑞家的便問, 你老人家又跑了來作什麼? 周瑞家的望起身, 拿盒子與他, 說送花兒一時, 平而聽了,便打開盒子, 拿出四支, 專身去了, 半刻功夫, 手裡拿出兩支來, 先叫彩明來, 吩咐他送到那邊婦雷級小容大奶奶帶去, 此後奉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謝, 周瑞家的這才枉架無這邊來, 穿過了村堂, 頂頭忽見他女兒打扮著才從他婆家來, 周瑞家的亡民, 你這會指跑來作什麼? 他女兒笑道, 媽一向身上好, 我在家裡等了這半日, 媽竟不出去, 什麼事情這樣忙得不回家? 我等煩了, 自己先到老太太跟前請了安了, 謝會指請太太安去, 媽還有什麼不了的差事? 手裡是什麼東西? 周瑞家的笑道, 愛, 今兒偏偏的來了個流老老, 我自己當時, 為他跑了半日, 謝會指又被兒太太看見了, 送這幾枝花兒與姑娘奶奶們, 謝會指還沒送清白呢? 你謝會指跑來, 一定有什麼事情的? 他女兒笑道, 你老人家賭會猜, 實對你老人家說, 你女世前而因多吃了兩杯酒, 和人紛爭起來, 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扯火, 說他來歷不明, 高到衙門裡, 要遞解還香, 所以我來和你老人家商議商議, 這個情分, 求乃一個可了事, 周瑞家的聽了, 道, 我就知道呢, 這有什麼大不了的? 你且家去等我, 我送林姑娘的花兒去了就回來, 此時, 太太, 而奶奶都不得嫌疑, 便回去了, 還說, 媽, 你好歹快來, 周瑞家的道, 是了, 小人家沒經過什麼事情, 就吉得你這樣子, 說著, 便到代玉坊中去了, 誰知此時代玉不在自己房裡, 曲在寶玉坊中, 曲在寶玉坊中, 大家解九年環作戰, 周瑞家的進來笑道, 林姑娘, 而太太著我送花兒來與姑娘帶, 寶玉聽說, 先便問, 什麼花兒, 拿來給我, 一面組身手接過來了, 開俠看是, 原來是兩支公仔堆沙生巧的假花, 代玉址就寶玉手中看了一看, 便問道, 還是單送我一人的, 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呢? 周瑞家的道, 各位都有了, 這兩支是姑娘的了, 代玉再看了一看, 冷笑道, 我就知道, 別人不挑勝下的, 也, 不給我, 替我道謝罷, 周瑞家的聽了, 一聲而不言語, 寶玉便問道, 周瑞子指, 你作什麼道哪邊去了? 周瑞家的恩說, 太太在哪裏, 恩回話去了, 而太太就順便叫我帶來了, 寶玉道, 寶姐姐在家作什麼呢? 怎麽這幾日也不過來, 周瑞家的道, 身上不太好呢? 寶玉聽了, 便和丫頭門說, 誰去潮潮, 周瑞我和林姑娘打法來問兒娘, 姐姐安, 問姐姐是什麼病, 吃什麼藥, 問你我該親自來的, 周瑞才從學旅來, 也著了謝娘, 以日在親自來, 說著, 善說便答應去了, 周瑞家的自去, 無話, 原來這周瑞的女婿, 便是雨村的好有冷子輕, 更因賣古董為人打官司, 故遣女人來討情婚, 周瑞家的像著主子的勢利, 把姐姐事也不放在心上, 晚間只求求奉姐而變完了, 至掌燈時分, 奉姐已卸了妝, 來見黃夫人回話, 今兒恩家送了來的東西, 我已收了, 掌門送她的, 趁著她家有年夏俊仙的船去, 一併都交給她們帶去了, 黃夫人點頭, 奉姐又到, 林安伯老太太千秋的禮已經打點了, 太太派誰送去? 黃夫人到, 你朝誰行著, 不管打髮兩個女人去就完了, 又來當什麽正經時問我, 奉姐又笑到, 今兒真大嫂子來, 請我明兒過去框框, 明兒島沒有什麽事, 黃夫人到, 有事或事都害不著什麽, 每常她來請, 有我們, 你自然不便衣, 她既不請我們, 單請你, 可知是她誠心叫你散淡散淡, 別辜負了她的心, 便是有事, 也該過去才是, 奉姐答應了, 當下, 李元, 迎, 探等姊妹們亦來定省不, 各自歸放, 無話, 次日,奉姐疏死了, 先回黃夫人不, 方來持假母, 寶玉聽了, 也要框去, 奉姐只得答應像, 立等換了衣服, 者而兩個坐了車, 一時進入寧府, 早有假真之妻由是與假容之妻秦時, 婆息兩個人了多少機妾, 丫鬟, 識婦等姊出兒門, 乃由是一見了奉姐, 必先笑嘲一陣, 入手葵了寶玉入上房來歸坐, 巡視獻茶筆, 奉姐恩說, 你們請我來作什麼, 有什麼東西來下敬, 就獻上來, 我還有事呢? 又是, 巡視未及答話, 地下幾個機妾先就小說, 兒奶奶今兒不來就罷, 既來了, 就依不得兒奶奶了, 正說著, 只見解容進來請安, 保育殷民, 大個個今日不在家, 又是到, 出醒請老爺安去了, 又到, 可是你怪門的, 坐在這裏作什麼, 何不去逛逛? 巡視笑道, 今兒考, 上回寶叔立刻要見我兄弟, 他今兒也在這裏, 想在書房裏, 寶叔何不去嘲一嘲? 寶玉聽了, 即便下項要走, 又是, 鳳姐都望說, 好生著, 望什麼, 一面便吩咐人, 好生小心跟著, 別委曲著他, 到比不得跟了老太太過來就罷了, 鳳姐而到, 記者摩著, 何不請進這巡小夜來, 我也潮潮, 難道我見不得他不成, 又是笑到, 霸霸, 可以不必見他, 比不得渣門家的孩子們, 互打海胥的慣了, 人家的孩子, 都是絲絲聞聞慣了的, 只見了你這破落戶, 還被人笑話死了呢? 鳳姐笑到, 抱天下的人, 我不笑話就罷了, 警叫這小孩子笑話我不成, 解容笑到, 解容笑到, 不是這話, 他生得勉腆, 沒見過大陣仗兒, 甚至見了, 沒的生氣, 鳳姐催到, 他是拿渣, 我也要見一見, 別放你娘的屁了, 再不帶去看給你一頓好嘴巴子, 解容笑嘻嘻的說, 我不敢嘗, 就帶他來, 說著, 果然出去帶進一個小年來, 救保育略獸巧奢, 清微收穆, 粉臉諸純, 身材盡超, 舉止風流, 似在保育之上, 指示協協修修, 有女兒姿態, 勉腸含胡的向鳳姐作一問號, 鳳姐喜得先推保育, 燒到, 比下去了, 便探傷一把傀了這孩子的手, 就命他身旁坐下, 慢慢的問他, 年紀, 讀書等事, 方知他學名換秦中, 早有鳳姐的丫鬟式虎門見鳳姐初會秦中, 並未被得表禮來, 雖忙過那邊去告訴平兒, 平兒數之鳳姐與秦氏厚物, 雖是小年輕家, 亦不可太劍, 不可太劍, 崇至足了主義, 拿了一匹尺頭, 兩個狀元及帝的小金鍋子, 交付與來人送過去, 鳳姐由小說太簡薄等語, 秦氏等借筆, 一時吃過飯, 又是, 鳳姐, 秦氏等木骨牌, 筆在話下, 寶玉, 寶玉, 秦中二人隨便起座說話, 那寶玉自見了秦中人品, 心中便有所失, 痴了半日, 自己心中又起了外衣, 乃至師道, 天下竟有這等人物, 如今看來, 我竟成了泥珠那久了, 可恨我為什麽生在這喉門功虎之家, 若也生在寒門薄患之家, 早得與他交結, 也不枉生了一世, 我雖如此給他尊貴, 可知靈感沙羅, 也不過果了我者根死木頭, 美酒羊糕, 也不過填了我者分分泥溝, 富貴而治, 不了祖我徒毒了, 秦中自見了寶玉形容出眾, 舉止不凡, 更兼金貫收復, 叫彼此同, 秦中心中亦至師道, 果然這寶玉遠不得人人力愛他, 可恨我偏生於清寒之家, 不能與他已分交接, 可知憑聚意至限人, 亦世間之大不快事, 二人一樣的胡思亂想, 忽又有寶玉問他讀什麽書, 秦中見聞, 便因實而答, 二人你言愛語, 實來句後, 月覺親密起來, 一時擺上茶果吃茶, 寶玉便說, 我倆個又不吃酒, 把果子擺在女間小礦上, 我們哪裏坐去, 省得罵你們, 於是二人盡呂間來吃茶, 秦時一面將來雨鳳姐擺酒果, 一面亡盡來足寶玉道, 寶叔, 你疾然年少, 躺或言語不逢頭, 你千萬看著我, 不要理他, 他須甜蜜, 卻勝之左強, 不帶隨和此事有的, 寶玉笑道, 你去吧, 我知道了, 秦時又足了他兄弟一回, 方去陪奉者, 一時奉者, 有事又打法人來問保育, 要吃什麽, 外面有, 只管要去, 保育只答應象, 也無心在飲食相, 只問秦中近日家無等事, 秦中恩說, 葉思於去年病故, 家父有年紀老邁, 殘疾在身, 功無繁勇, 因此尚未及再賢詩一時, 目下不過再交溫習, 救課而矣, 再讀書一時, 必須有一二知己為伴, 時尚大家討論, 才能盡力, 保育不待說緣, 便答道, 精神咧, 我們卻有個家屬, 合俗中有不能言詩的, 便可入屬讀書, 子弟們中亦有親戚在內, 可入屬讀書, 我欣上年葉思回家去了, 也然荒廢著呢, 家父之義, 易玉站送我去, 溫習舊書, 待明年葉思上來, 再各自在家亦可, 家祖母恩說, 一則家學李子弟太多, 生哄大家逃棄, 反不好, 二則也因我病了幾天, 崇暫且擔角像, 如此說來, 尊庸如今也為此事原心, 今日回去, 何不品名, 就和我們這弊屬中來, 我亦相伴, 彼此有益, 豈不是好事, 秦中笑道, 家父前日在家提起言詩一事, 也曾提起這類的而學到好, 原要來和這類的親雍相以仁賤, 因這類是亡, 不便為這點小事來豁水的, 保肅果然到小則或可謀默跌現, 何不速速的作成, 又彼此不自荒廢, 又可以常相談罪, 又可以為父母之心, 又可以得朋友之樂, 豈不是美事, 保育少道, 放心, 放心, 渣門回來先告訴你者夫, 紫紫和廉二嫂子, 你今日回家就品名令尊, 我回去再品名家祖母, 再無不速成之理, 二人計以一定, 那天氣已是掌燈時候, 出來又看他們玩了一回派, 算像是, 卻又是秦時, 又是二人書了氣走的東道, 然定後日吃者東道, 一面又說回了話, 晚飯不, 因天黑了, 又是因雪, 先派兩個小子送了者秦相公去, 識府門傳出去, 半日, 秦中告辭起身, 有時問, 派了誰送去? 識府門回說, 外頭派了朝大, 誰知朝大最了? 又問呢? 又是, 尋時都說道, 偏有派他作什麽? 放著這些小子們, 哪一個派不得, 偏要惹他去? 奉這道, 我成日家說你太軟弱了, 眾的家女人這樣, 還了得呢? 又是貪道, 你難道不知這招大的, 連老爺都不理他的, 你真大哥哥也不理他, 只因他從小兒跟著太爺們出過三四回兵, 從死人堆裡把太爺背了出來, 得了命, 自己挨著餓, 卻偷了東西來吸住自吃, 兩日沒得水, 得了半碗水, 吸住自喝, 他自己喝萬力, 不過像著這些功勞情份, 有早中時都另眼相待, 如今誰肯難為他去? 他自己又老了, 又不顧體面, 一眉的床, 原字為左口有床, 走, 一刻醉了, 無人不罵, 我常說給管事的, 不要派他差事, 全當一個死的就完了, 今兒又派了他, 奉這道, 我何爭不知這招大, 倒是你門沒主義, 有這樣, 何不打法他遠遠的莊子上去就完了? 說著, 恩文, 我們的車可齊備了, 地下眾人都應, 事後齊了, 奉這亦起身告辭, 和保育攜手同行, 遊士等宋之大廳, 只見燈燭輝煌, 眾小師都在丹詞是立, 那招大又似假真不在家, 即在家亦不好怎樣, 更可以視野的灑樂灑樂, 因趁著走輕, 先馬大總管賴義, 說他不公道, 戲院怕硬, 有了好差事就派別人, 將這樣刻更半夜送人的事, 就派我, 抹良心的王八高子, 核聰管家, 你也不想想, 朝大太爺撩起一隻腳, 比你的頭還高耶, 二十年頭女的朝大太爺, 眼淚有水, 別說你們這一把紙襲 總往八高子們, 正馬的兄頭上, 解容送奉者的車出去, 眾人學他不聽, 解容忍不得, 便罵了他兩句, 使人捆起來, 等明日醒了走, 問他還尋死不尋死了, 那朝大那女把解容放在眼淚, 反大叫起來, 趕著解容叫, 用歌兒, 你必在朝大跟前攝主指聲儀, 別說你這樣兒的, 就是你嘀, 你爺爺, 也不敢和招大聽妖子呢, 不是招大一個人, 你們做官兒, 享榮華, 受富貴, 你祖宗舊死一生爭下這佳葉, 到如今不報我的恩, 反和我衝起絕子來了, 不和我說別的還可, 若在雪別的, 渣門白刀子盡去, 紅刀子出來, 奉者在車上雪與解容道, 以後還不早打發了這個抹黃法的東西, 留在這裏豈不是禍海, 躺或親友知道了, 豈不是我渣門這樣的人家, 連個黃法規矩都沒有, 假容答應時, 中小師見他太殺野了不堪了, 只得上來幾個, 周翻捆島, 拖往馬眷裡去, 朝大月發連假針都說出來, 亂揚亂叫說, 我要黃法規矩淚哭太夜去, 那女城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 每日家偷狗氣雞, 爬灰的爬灰, 養小宿子的養小宿子, 我什麽不知道, 渣門隔隔駁截截了枉袖子女藏, 中小師聽他說出這聲末天日的話來, 苦得雲飛拍山, 也不孤別的鳥, 便把他捆起來, 用土和馬訓滿滿的田鳥他一嘴, 奉者和解容等也遙遙的文德, 便都莊作沒聽見, 寶玉在車上見者般醉流, 賭也有趣, 欣問鳳姐道, 姐姐, 你聽他說爬灰的爬灰, 什麽是爬灰? 鳳姐聽了, 連亡立眉親目斷渴道, 小胡說, 那是醉看嘴裡魂絲, 你是什麽樣的人, 不說沒聽見, 還倒世民, 等我回去回了太太, 仔細隨你不隨你, 苦的寶玉望香告到, 好姐姐, 我再不敢說這話了, 鳳姐亦亡回適空到, 好兄弟者才善呢, 等回去渣門回了老太太, 打發人王家女說明白了, 請了秦中家念書去要緊, 說著, 屈自回往榮府而來, 正是, 不恩盡超難為有, 正為風流此讀書, ics心不可佔你, 再選擇又前面, 少女你的風流你, 十秒一碌, 沒到達人的故事,